而复联盟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由董事长跟董事集体来向社会大众道歉 但是呢还是留下一团迷雾 最主要的是第一个 董事长以及董事并没有请辞 让外界质疑 你整个领导班子在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可是你们并没有请辞 是不是真心的要负责道歉呢 第二在这个记者会竟然是没有让记者提问 讲完就走人 难道儿复联盟的董事会的成员 从董事长开始林志佳开始 你们变成了蔡英文了吗 直不给问也不回答 这样的方式怎么能够让社会大众幸福呢 无论如何儿蒙对于这次凯开事件 虽然已经数次道歉 可是并没有拿出真心诚意的一个态度来 尤其董事长到现在不请辞 甚至已经造成一些长期捐款的企业大户都开始质疑 说如果林志佳不请辞就不再捐款给儿福联盟 这对于儿福联盟未来的公益当然是一大打击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我觉得是敷衍了事 并没有真正的真心诚意的面对大众 然后面对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